不要给人们贴上好和坏的标签 世界上那些被我们贴上邪恶标签的东西 对于我们是否是必须的 有人问 我的问题是关于存在的二元性 我想知道我们感知到的邪恶和消极的东西 对我们的成长是否是必须的 萨古鲁反问 你对邪恶的定义是什么 有人回答 杀戮 仇恨 战争 那是我感知到的邪恶 是不是邪恶必须发生 凯悟才有可能呢 萨古鲁说 那些你贴上邪恶标签的东西 取决于你站在哪一边 我想要你明白 地球上唯一的邪恶是 人们在追寻着快乐 在追寻快乐的过程中 我们会做很多我们认为完全没问题的事 但是其他人认为它是邪恶的 被你称为罪犯的人 也在追寻着快乐 只是它被你追求得更加卖命 那就是为什么它创造了不愉快的结局 你工作了三十天赚了一些钱 你为了你的快乐而赚了这些钱 但他对幸福的渴望太过强烈了 三十天感觉太长 他想要在十分钟内得到它 而这被你称为犯罪 他自认为只是为了追寻快乐 当你在追寻着快乐 某种层面上 你也一直在给他人带来折磨 为了我们能够坐在一个舒适的家中 你知道有多少昆虫和其他生灵被伤害 在人类追求快乐的过程中 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灵都经历了无法言喻的折磨 如果你问昆虫和幼虫们 他们会说人类是邪恶的 我们为了追寻快乐而做的这些事 对其他生物来说并不容易 我们自己想 哦 那只是一只该死的昆虫 但一只昆虫不会这么想 在一只昆虫的大脑里 这个地球上最重要的生命 就是昆虫的生命 如果你想踩死一只蚂蚁 它难道不会尽它所能做的一切 来救自己的命吗 很明显 它同样珍视自己的生命 它不是想 哦 这是一只蚂蚁的生命 好吧 拿走吧 你多珍视你的生命 每个生命也同样如此 一旦你开始追寻快乐 你并不知道你对他人造成了什么伤害 而如果你的生命是对喜悦的一种表达 你仍会造成一些伤害 但只会在必须的范围内 一丝不多 而这就是你能做的 你无法完全停止伤害 你只是简单的吸气 呼气 百万的微生物就死了 如果你要用那种方式去看的话 你的存在本身就是邪恶的 但是如果你的内在十分愉悦 你不会把这种伤害延长一丝一毫 让我们不要给人们贴上好和坏的标签 最基本的问题是 太多我们并不知道的事 我们却自以为知道 如果你能看到 我知道就是知道 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你不会跟任何人有争斗 如果你相信一些东西是对的 其他一些人相信 其他一些东西是对的 你觉得争斗会有可能停止吗 暴力和战争 并不是那样无缘无故发生的 他们只是在追寻着快乐 如果你的本性就是喜悦的 那你就不会做任何多余的事 你会智慧地开展你的人生 直到所需的程度